一輩子都不斷在跟籃球奮鬥 籃球可以說是我人生 我小三年級就開始接觸籃球 小時候覺得打籃球很酷 因為我們那時候學校就只有一個代表隊 就是籃球隊 你在全校的注目之下 打籃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是認為比較酷的男生都會去打籃球 學生時代籃球目標其實沒有很明確 就只是滿足自己的需求 想要打球 想要比賽 也從來沒有想過說 未來會以籃球這個項目當作我的工作 當學生那時候的資訊還沒有很清楚 媽媽有問我說要不要去念籃三 然後國小畢業的時候 也有教練問我要不要去打家族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好像 家族跟英族好像搞不清楚 然後應該也打得到籃球 就說差很多啊 可是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還是滿愛打球的 其實說沒有遺憾是騙人的啦 不過生活不過就這樣子嘛 就是放眼下一個階段 放眼現在然後放眼未來這樣 自己都一直有一個心態就是說 最好你們就是有打過這個 最高層級的選手下來跟我們打球的時候 不要輸我們 因為我們都會有這種挑戰的心態 想要跟這種選手去挑戰 最大的挫折就是當你大學快畢業那個時候 你到底要選擇就是說靠籃球為生 還是說你就是選擇就業 投入就業市場 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就去選秀 那沒有選上的時候 其實對自己的未來生涯規劃是還蠻彷徨的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索性就是當時就靠著自己有籃球專長 就是學校當老師這樣子 然後漸漸的在教育這個領域找到自己的方向 從學校離職之後到現在兩年的時間 就是一直不斷的全新專職在做這個訓練上面這樣 最大的熱情是看到學生的進步 你會有成就感 像我前兩個禮拜 我帶一個四歲的小朋友打籃球 我們剛開始學這個籃球課的時候 他都投不到籃 小朋友的籃都投不到 我們經歷了兩個月的課程練習之後 他終於投進他人生的第一球 然後在他投進的那瞬間 他媽媽跟我兩個人都尖叫了起來 在那一刻我覺得就是說 我教籃球的使命不就是要讓我的學生獲得快樂嗎 就這麼簡單 真的比自己投進我覺得更難忘這樣子 我已經忘記自己投進什麼球了 可是看到他投進那球 我到現在就覺得印象很深刻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覺得打籃球的人可能都會多少 都會有自信心爆棚 一路上過來我覺得就是說 你要不斷地告誡自己 你要很謙虛 然後去學習任何事物